欢迎收看今日焦点 12月10日是国际人权日 香港为国际人权日 80万人再次走上街头 进行了守护香港和你同行的大游行活动 他们高呼着口号 五大诉求缺一不可 光复香港 时代革命 打倒所有暴政 权力归于人民等等 呼吁惩罚警察暴力 守护人权来争取民主和自由 活动主办方表示 为什么举办这个活动 因为12月10日是国际人权日 还有这次游行的主题是青年人挺身护人权 在过去的半年当中 香港有不少抗争者被非法抓捕 没有办法回家和家人团聚 而且中国内地也面对着暴政的压迫 所以希望大家都能够站在同一条战线上 来打倒所有的暴政 让权力归于人民 游行活动当中 有很多人是全家一起出动 陈先生一家 他们三口人都来参加了游行 陈先生说 警察暴力问题必须要追究 因为7月20日元朗恐怖袭击 以及这6个月以来的活动当中 发生的多次警察暴力事件 让他们觉得悲愤难平 如果这些暴行没有任何后果 这是绝对不能接受的 可能很多人对国际人权日韩不是很了解 我们就来和大家来介绍一下 根据公开的资料显示 说联合国在1948年12月10日通过了世界人权宣言 所以以后每年到12月10日就定为国际人权日 这个国际人权宣言里面有什么内容呢 我们来看一下 第一条 他说人生而自由 在尊严和权利上一律平等 但是我们看看 因为香港他们这些社会者有了不同的声音 他们不愿意把这个送中条例在香港实行 所以就发起了反送中的游行活动 但是香港政府背后的中共政府就把他们称为蟑螂 说他们是暴徒等等 他们的尊严和权利又从何而来呢 这个宣言里面第三条 说人人有权想要生命自由和人身安全 但是从6月份反送中以来 香港发生了各种被自杀的案件 以及元朗白衣人事件 7月21日在元朗地铁站附近 一群白衣人无差别的攻击市民 而这些市民哪有生命自由和人身安全的权利呢 这个宣言里面第五条规定 说任何人不得加以酷刑 或是以残忍的 不人道的 或侮辱性的待遇或刑法 但是之前我们知道 香港新屋领爆出来的 警察对于香港抗争者进行的虐待 性侵 轮奸等等暴行 就在今年10月10号 香港中文大学一名无姓的女生 她哭诉警方性暴力 你知不知道被捕那一刻 我们会被警方收起个电话 释杀我们的电话 他会用粗言为语骂我们 你知不知道警方要我们去哪就去哪 入黑房就入黑房 脱衣就脱衣 你知不知道我们有人被猝龙用棍 打到这一刻都要覆尘 你知不知道新屋领的手伤身是全黑的 你知不知道不止我一个遭受警方性暴力 其他被捕人士 其他被捕人士是曾经遭受不止一名警员 不分性别 性侵及虐待 你知不知道我们被人打当时 港铁职员望着我们都视而不见 你知不知道我们在拘留过程当中 而在中国大陆 大量的法轮功学员被非法的抓捕 殴打甚至被活摘器官 还有新疆再教育营等等 这些人的生命自由和人身安全又在哪里呢 而种种侵犯人权的暴行 或许在中国内地被掩盖 但是在国际社会都能看得到的香港 人们却奋起反抗 从6月份以来 香港人是进行了大大小小的游行集会抗议 从之前的50万人到100万人到200万人走上街头 据警方公开的数据 说从6月份到今天 警察共发射了近1.6万枚催泪弹 此外还使用近万枚橡胶子弹 4000枚布袋弹和海绵弹 但是有知情人士说 其实自港警6月份以来 实际发射的催泪弹超过5万枚 橡胶子弹超过2万发 有人批评说这种规模就有如军事行动 但是在这样高压下 香港人还是没有退缩 虽然很多人付出了生命的代价 不少年轻人被跳楼被跳海 等等被自杀的事件 所以在国际人权日 80万香港人走出来呼吁人权 呼吁光复香港时代革命 打倒所有暴政 让权力归于人民 有人说这个精神和物质其实是相通的 当这么多人走出来 虽然政府无视他们的声音 但是这外界就发生了很多神奇的一幕 不少人拍到一段视频 说在游行过程中 说天空中突然出现神奇的巨型光环 光环的形状像一只大眼睛 外围闪烁着金色的光芒 引发民众热议 有人说神在与我们同在 有人说香港人与神同行 愿神忽悠香港 铲除邪灵恶魔祸害人士 还有人说天佑香港 天灭中共 有人说神的荣光光照香港 也有人说是死去的意识在天之灵 他们在和香港人同心同行 还有民众说上天又出现了启示 这次是上天有眼 以眼还眼 而上次是火凤凰 因为在10月份的时候 香港多个地区出现了像凤凰形状的白云 所以在夕阳的映照下 犹如浴火重生的凤凰一般 香港人纷纷说香港将浴火重生 而争取民主和自由 在香港不仅仅是年轻人 还有云发族 包括小孩子都站出来 另外一个非常感动的画面 是在这次游行当中 一个七岁的小女孩 她喊着口号 而游行的民众 其声作为回应 这一幕被很多人感动 有人说香港未来的小小主人翁加油 也有人说听到真的哭了 太感动了 伟大香港人 谢谢 有民众说香港人已经觉醒了 面对暴政 他们知道必须站起来奋起反抗 不会再沉默 好了感谢收看今日的焦点 我们下期再会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